那現在有沒有什麼可以緩和心情的 喝點小米酒 可以嗎你要喝我就陪你喝 現在喝了 入境水俗 真的是漱口耶 順嗎 哇 再來一杯 原本沒有要來 但是我們後來來是因為 你們激怒了我們 激怒我了 對不起我現在喝了 對不起 子子出了一點狀況 人不在 都是老闆娘偽裝成她子女 然後來跟我們企劃妹妹對內容 道歉 一點點就好一點點就好了 他一直控制不是 嘿 嗨嗨嗨嗨 你好 嘿 有嚇到嗎 我以為有人討債啊 我們要來砸店啦 親近 砸啦 歡迎各位 來進來進來進來 剛剛我們這樣 那麼大聲的突擊 他嚇到 以為是怎麼樣 上次的仇人 可以來找我 那怎麼辦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可以緩和心情的 喝點小米酒 可以嗎你要喝我就陪你喝 現在喝 入鏡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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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漱口耶 是嗎 再來一杯 底下有再來一杯 原本沒有要來 但是我們後來來是因為 因為你們激怒了我們 嗯 嗯 嗯 這樣激怒我 嗯 對不起我嚇到我 對不起 他不管原因啦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你就不知道你就跟他對不起 激怒金子龍啊 蛤 激怒金子龍 哈哈哈 哈哈哈 重點是他乾掉了啦 他是很猛的 喝酒很猛 欸我是猛千瓶 郭政好跟你講 我們對待每一個報名的粉絲 我們都會非常的細心 而且故事寫的真的很不錯的 我們的企劃以萱妹妹 就會一個一個來去店房 了解故事 企劃妹妹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欸 報名人是他們的 子子 二十歲 嗯 可是我聽那個聲音聽起來 三四十歲了耶 我就說 哪有怎麼可能這樣啊 你幾歲 三十五點五 哈哈哈哈哈哈 後來喔 講到後面 我們才知道原來 子子出了一點狀況 人不在 都是老闆娘 偽裝成他子女 然後來跟我們企劃妹妹 對內容 抱歉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一天氣就好了 他一直控制不是 他因為 報名人 他入肩了 啊 入肩了 嗯 殺人 沒有啊 沒有那麼嚴重啦 沒有那麼嚴重 好死都敢殺殺人 這個孩子就是 我岳父從小戴到大 單親了 我爸爸 女爸爸 就是他只聽阿公的話 他總是一個其實 沒有 沒有很好的照 我們去吧 Ban 對 他的處境就會 連接到我以前的成長 琴姐一模一樣 哦 成長過程大概就是說 只有自己的姐姐 自己的姐夫 帶一個長大 對 為什麼是姐姐他們在帶 姐夫 因為以前父母親都比較常不在 嗯 又生很多 哦 生幾個 都發了 全台灣都發光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只因為我一個人都在家裡 一個縣市配一個 哈哈哈 所以你小時候也很辛苦啊 辛苦 84年的時候 我就在台北了 哦 那很早了耶 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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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你去台北在做什麼 對啊 以前姐夫也是開這種店 啊他們本身本來就是做流水洗的 哦 反而讓你找到一技職場這樣 是 欸 十幾歲就一個人這樣上台北了耶 13 14歲耶 我們都還在流鼻涕耶 所以你看到你這個職智 對 所以我常常分享我的過去 讓他聽 我有跟計畫組說 雖然我以前是這樣 但是 我又被關過 以前是這樣 像波浪一樣 跑來跑去 哦 你很想被關啊 這沒有機會吧 哈哈哈哈 這沒有機會吧 他還有人想被關的啦 發生這種事情 任何人都不樂見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以故障的立場 應該會覺得 反正進去看看也好 讓他知道以後 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要很小心 思考一下 對 要像我一樣 清清白白 真的 清清白白 這個就是 去絞輕自己的責任 就是要去面對 你要改變 跟著我就對了 我會帶你去哪裡 你會帶他去哪裡 還是要嘗試一下 走正途啦 哦 不是塞區酒店 所以 他進去多久了 一月 快一個月了 剛好一個月 今天六號 剛好一個月 哦 他今天剛好滿月耶 滿月 還滿月 今天剛好 還真的剛好一個月耶 他要進去多久 一年 兩個月 應該 不用倒映 一年兩個月 才剛進去一個月 所以還有一年一個月 那這一年一個月 如果表現好 對 就大概半年就會出來啦 那 姑媽跟姑丈 知道他要去 路肩服刑的時候 哦 哭了三天 哭了三天 因為沒有人幫我工作啊 所以他來這裡幫你多久 兩個月哦 兩個月你就全心放給他哦 我姐夫以前 所以這樣全部放給我啊 他學的速度 經驗怎麼樣 經驗有啦 因為他們國中的時候 有來打工過 但是對廚房就比較陌生 廚房就一個規定 你還不是屬於廚房裡面的工作的話 你就不能進廚房 不可以夜區 只能是外廠的 哦 是嗎 有分那麼嚴格啊 我老子個人 不知道別人 但是 是你規定的吧 對 不上自己的規定啊 不上自己的規定啊 對啊 不上你規定啦 對啊 哪有這種規定 你準備要喝完了 你們很兇啊 會兇他 你做不對的當然有兇啊 你做好的話 他也是有獎勵的 什麼獎勵 一盤鵝肉 什麼獎勵 跟原住民聊天 就是那麼的熱情 就是那麼好笑 對啊 真的好開心 好啦 那我們最後啊 再聊一下辭職好不好 因為他如果裡面 或許可以看喔 你們會有想跟他講什麼嗎 好 鼓掌在這邊 給你鼓勵一點 因為你還年輕 不要為了一喜這種錯 去墮落啊 什麼樣怎麼樣 不用 就像鼓掌一樣 慢慢走 我們不要急著想要賺大錢 嗯 終於一天會有成就的 鼓媽也是 從小就非常疼你們 從你還沒學走路 搬廟庫 學生人 都是鼓媽 哎唷 好偉大喔 沒有那時候 我以為是他的孩子 在裡面好好做反省 做完這些 你該做的這個 掃地就掃地啦 很責任 就是責任 掃廁就掃廁 該掃就掃 不要打疫情 哈哈哈哈 不要打疫情 哈哈哈哈 回來之後 如果可以 回到故障這邊 選技術 故障 願意都交給你 他如果沒了解喔 這間是變大間了 搞不好 欸 以後真的是變大間了咧 在馬路邊 整個河南路都是馬路邊 對 都是你開的 誇張 誇張 最後我們敬一杯 乾杯 來 乾杯 我們邀敬你 他拿乾杯敬我 蛤 蛤 他拿乾杯 乾杯 哈哈哈哈